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一篇文章叫我们时代的危机 他说我们时代的危机 他可以说是叫做极端的历史主义 这个词有一点需要解释 因为历史主义被用在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含义 有的人认为讲历史主义是讲历史决定论 你说历史有一条规律 必须按照这个发展 这个叫历史主义 但斯特劳斯的这个历史主义 他批评的历史主义是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说没有什么永恒的真理 没有什么永恒的法则 一切都是在历史的具体情景当中形成的 这个叫极端的历史主义 他认为极端历史主义 其实就是相对主义 或者虚无主义的这个别名 是一样的 所谓极端的历史主义 之所以叫它极端的 不仅是说 他简约化了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说坚持所有的思想 都是时代的反应 就是简单的说所有思想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或者说所有的思想都无法摆脱历史情景 对它的局限 它的极端性是比这个更深 就是说它是断然否定 存在任何永恒的现实 永恒的真理 永恒的价值 斯特劳斯认为这样一种否定 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一方面 这就是使我们现代人失去了任何做好的决定 合理决定的真正基础 因为你否定了知识或者真理的根基 这就意味着什么 哲学没有用 哲学终结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做自己的决定是什么 是遵循某种意见 大家记得吗 柏拉图区别过意境和知识 意见就是不太有根据的 我认为 我觉得 我感觉 是一种主观的一种想法 而知识是有根据 有理由 有论证的那些看法 它叫知识 那么如果没有 没有那个永恒的真理 没有这个知识和 和真理都没有真正的 根基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用意见 或者是习俗的约定 来代替寻求真理 那么这就导致了 他说的这个哲学的终结 也就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相对主义 我们所谓相对主义 就是说一切真理 道德观念 价值观念 都是相对于 不同的情景 不同的人 每个人有自己的东西 每个文化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东西 每个民族有自己的东西 每个历史阶段 有自己的那些特定的理想 道德 价值观念等等 都是相对于具体条件的 没有什么超越历史的永恒的真理 这样在斯特劳斯看来呢 人们对道德与真实的这个真理呢 就失去了信念 这样就会 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一个就是说 它叫做决断论 叫decisionism 什么叫decisionism 就是说 我做什么事情 我做出的这个决定 是一个意志的决断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二十世纪的许多哲学论中 都已经有了决断论的倾向 上次我们讲 那个萨特的存在主义 萨特说什么 存在先于本质 人是自由的 人不得不自由 人被判定为自由 自由就是要选择 自由唯一不能选择的 就是不自由 那你自由选择什么呢 没有依据的 没有人来为你作证 你就是凭借自己的意志选择 但是选择了以后 你要为他负责 你看这样一种 存在主义的倾向 就是变成你 你自己投身进去 你做选择 就变成了关键所在 这就是 斯特老师讲的 这种decisionism 或者叫决断论 所以重要的 不是为什么来决定 而是决定本身 所以古典时代那种 公正 适度 清醒 这些都被认为 古典时代 做道德和政治选择的 那种优秀品质 是无可争议的 内在的 优越的品质 但这些 这些品质 这些曾经确保 我们行动 能够负责的品质 今天已经 没有根基了 也不被赞赏了 而且会被人 有的时候会被人 这个比驳和反对 认为你去权衡这种 适度 清醒 公正 这些东西 是缺乏激情的表现 是意志脆弱的表现 所以这个斯特老师 看到一些大思想家 正是以这样一种 决断论的方式 在回应我们时代的危机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甚至他认为 在海德格尔那里 都看到了某种哲学的终结 所以他认为海德格尔 去支持纳粹 这一点都不让他感到意外 那么这个极端的历史主义 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对任何道德 采取了一种 就对道德真理 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 也就是说 人们在不争辩了 就是到底 你信奉了道德 信奉了理想 你采用这个价值 到底是对错 是非好坏 不争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是永恒的 超越了一切人 和超越历史的 那样一种客观性 没有这个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那么人们该争辩什么呢 人们只能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 也就是说 除了一味的宽容 我们没有办法 说更多的东西 虽然这个 斯特劳斯也没有否认 宽容是好的 宽容是有他 这个值得赞赏的一面 但是他 他也对那种 尼采说的默认啊 有一种深恶痛绝 就是 就所谓默认会说 我们创造了幸福 但他实际上 他并不知道 这种默认只是 安逸于一种平庸的快乐 他不知道去奋进 不知道追求卓越 也不知道 为任何高尚的事业 去做牺牲和奉献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展现 或者说发展那种古典时代人 有的那种 那种美德 那种高尚 那种英雄主义 都是变得非常平庸的那种快乐 这个我们大家可能可以感受 在现在这个时代 最好玩的就是一些 流传的各种各样搞笑的段子 这个在斯特劳斯看来 这种是现代人的时候 默认的平庸性 斯特劳斯有一个弟子 叫Ellen Bloom 他把这种东西称为 叫flatness 就平庸性 他认为这种东西 不仅掏空了 人类生活更高的 这样一种价值和使命 而且呢 会让这个社会呢 深受其害 因为社会仍然是需要 面对各种挑战和困境 但是这些只有满足于 安逸和消情的人呢 是没有办法面对 人的这样一种 这个社会提出的挑战 我想这就是 斯特劳斯大概对这个 现代性危机做出的诊断 他大概就是在重要的方面 要记住 他是强调所谓极端的历史主义 或者相对主义 造成了一个是人 做出这种毫无依据的决断 另外就产生了一种 对道德真理 对价值真理 那种冷漠和一味的宽容 失去了那种传统 或者是古典社会的那种英雄美德 当然就是说 他还对现代的政治方面呢 做了特别重要的六点吧 评论的一个就是 现代政治的那种问题 或者说缺陷 一个就是现代性降低的眼界 所谓降低的眼界就是 接受人他实际上 所示的那个样子 而不追求人能够成为的那个样子 就古典时代 人就是说 人可以变得更好 变成一个更充分的人 而在现在就是说 人就我们把人就接受下来 就如其所事地接受下来 而不再追求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所以就没有高尚的 这个卓越的追求 只有低危 这个庸俗 安逸生存等等 所以他认为民主化 现在的民主政治呢 是就是将人拉平到最低的 所谓公分路 就是所谓叫最低底线 人只要达到最低底线 他不求最高尚的东西 不求更高贵的这样一种卓越 所以他认为在现代的这个民主时代 这就是他对民主生活的一个 民主政治的一个批评 像勇敢啊高尚啊 这类比较珍贵的道德品质 越来越受到这个亲密 所以带来了一种所谓大众文化 威胁到真正的自由 也就是说 人类摆脱了外部的这样一个奴役 就变得内在的卑微屈从 人就是不是向上的 是往低走的 是拉平的 第二个就是现代的这个 现代性是不节制的 什么所谓所谓不节制就是说一方面的目标是低了 降低了 但是人实现目标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强硬了 它是依据时效性的要求 这个认为你要节制啊 要中庸啊都是一种保守的和旧时代的秩序在这个妥协 所以现代人是相信什么 要不断的突破 所有的大障碍都能够被突破 结果是什么 是焦躁 是对现实状况感到不耐烦 节制审圣被看作是一种保守的品格 被比拨 结果带来什么 带来大规模的政治 乌托邦的包袱 是一种没有限度的政治 乌托邦的浪漫主义 以至于到最后有这种以崇高的名义来发生的各种恐怖运动 包括法国大革命当中的暴政啊 苏联的那个古拉格运动啊 它甚至认为中国的文革大跃进啊 德国纳粹的那个种族进化 特别是布尔布特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 这样一种特别极端的那个浪漫主义 完全跟古典时代的那种审圣节制分开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政治它有意识形态化 就是把思想的真正的辩论的慢慢终结了 思想就变成了更加冲突的不同的意识形态 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彼此矛盾的 但是都让自己就是有一种独断论的 要自己能够统治世界的这样一种思想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思考 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系统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现代性和技术的威胁 就是现代人呢 他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能够统治世界的方式 就是科学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而存在 所谓的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人类拥有了如此巨大的这个主宰自然的能力 甚至主宰自身能力 你看我们现在各种各样技术发明 甚至可以有基因工程能修改人的这个所谓基因的密码 这种力量是远远超过了过去时代的想象 包括你看原子弹的发明核武器的发明等等 所以人生活在一个对环境是肆虐的破坏 然后有技术那个被滥用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时代 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个政治家们呢也失去了省圣 就是都是相信这个古典时代人相信这所谓实践理性的那个省圣 但是现在的西方世界的领导者 领袖他们都是一般什么在公共管理学院接受的这个训练 他们要求的是什么 是要求分析一个事情的成本效益 所谓那种决策啊什么博弈论啊这方面 他不是通过历史研究呃成这个政治家有大的视野 然后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他们能够比较审慎的来考虑整个格局 而是让技术性的思考也就是成本效益的那个分析 博弈论的这种分析占了上风 这样如果一旦犯错 他的后果会非常非常严重 这是这是一个政治家的 最后呢就是说 他认为现代性是自我瓦解的这样一个倾向 就是他所谓的时代危机是现代性有自我瓦解 就是导致危机的是信念的丧失 信心的丧失 也就最后本来他认为 现代世界的一套公民自由啊 权利啊民主社会啊 这是从古典时代发展而来了 发展越来越进入现在呢 到最后我们连这一点西方自己连这一点最后也也不相信了 因为其实无论是个人自由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民主政治 它都依据于某种所谓客观的真理和客观的道德和客观的价值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那么对这样一些这个现代政治的这个自信呢也就没有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现在这种信心呢陷入了危机 就是对这个所谓现代的工程 把现代社会的政治看成这个工程失去了信念 这就是现代性自身发展的一个悖论性逻辑 就是你越是现代到最后呢越是变得自我怀疑 所以这种自我瓦解呢是现代性的危机所在